美国国务院发布最新年度人权报告 其中针对台湾部分 报告再次提到中共透过商业利益 对有在中国展开业务台湾的母公司进行施压 进而影响台湾媒体 让台湾记者难以报道批评中共的内容 报告指出大力批评中共的台美也会受到惩罚 其下记者要入境中国 可能面临严格审查或被拒绝入境 中共人员也锁定台湾记者的电脑手机为网工目标 但其实这份报告已不是第一次提到中共操控台湾媒体 最早是在2016年 报告中有台湾学者及社运人士指出 部分媒体因为政治考量 以及受到跟中共关系密切的公司影响 选择已有利于中共的报道形式 隔年的报告中 相关篇幅再增加 台湾社会担心媒体垄断 对新闻自由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 2018年的报告还列出 三项中共报复台湾媒体的手段 其中还有台湾记者表示 中共会用抽广告的方式 施压在中国做生意的台湾企业 至于2019年 更是提到多个中共影响台媒的案例 像是望中集团跟北京日报集团 共同举办媒体人风会 试图形塑台湾媒体报导的内容 而这次最新的报告也提到 去年11月中天遭撤照事件 其中报告也引述有严重指控说 中天与所属的望望集团 受到中共指挥 报告也指出 台湾记者面临网络霸凌 以及诉讼威胁 并以望中集团为例 指出望中曾在2019年 对一名金融时报驻台记者 提出妨害名誉形势告诉 主要是为了报复这名记者 揭露中共国台败 与望中旗下媒体有往来 不过望中却在检方调查期间就撤告 习佳林跟中央社人员 最后是不起诉除非 新唐人野的电视 高阵人叶云入 整理报道